这个主题我们介绍游离能 我们看定义 将气态的中性基态原子 最外层的电子就价电子 移到无穷远处 所需要的能量我们就称为游离能 这是英文 所以简写IE 我们这样表示 一个气态原子 给它能量 这个能量叫游离能 最外层电子跑掉了 变成阳离子 正离价 因为失去一个电子 所以这个四值的反应热 就是这个游离能 这是一个吸热反应 我们这边做个简单说明 气态而且机态的氢原子 因为它只有一个电子 所以它电子由n等于1 移到无穷远处所需的能量 我们代入四值 前面都有学过了 好这个算出来是2.179乘上10的-18次方 一个电子有这么多胶了 这化学在使用 如果在物理上的话 喜欢用电子伏特 一个电子伏特 是1.6乘以10的-19次方胶了 就变13.6电子伏特 如果画成每末多少千交 就是1312千交 如果画成签卡的话 就变313.6千卡每末 好这边说明一下 这个机态的氢原子是在1X鬼域 接着我们来说明 元素的各级游离能 好第一点 将原子最外层的电子 依序移出第一个电子 第二个电子跟第三个电子的时候 所需的能量我们就称为 第一第二第三游离能 我们来看这个数据 气态的钠原子 移出一个电子 变成钠原子带一个正电 这个叫第一游离能 我们用IE1表示 实验结果是每末496千交 那如果正一架钠离子 再失去一个电子 变成正二架离子 这个就称为第二游离能 再来正二架钠离子 再失去一个电子 变成正三架钠离子 我们就称为第三游离能 所以这个式子也可以表示为 游离正一架的钠离子 所需的能量 这个式子就游离正二架钠离子 所需要的能量 这里我们会注意到 这个第一跟第二游离能 突然变化很大 我们看一下钠的电子主态 它在第三周期 1s2 2s2 2p6 3s1 所以机态的钠原子 如果移出一个电子的时候 就变这样子 1s2 2s2 2p6 这个是奶的电子主态全满 所以非常稳定 也就是说钠原子 非常喜欢失去一个电子 而变成钠离子 但是如果把正一架的钠离子 要再移出一个电子的时候 因为这个电子主态全满 非常安定 所以他不喜欢移出一个电子 因为这样能量会升高 所以要游离正一架的钠离子 所需的能量会增大很多 就代表说他不喜欢失去电子 所以我们看数据 那失去一个电子 能量比较低 如果要失去两个电子 能量突然增加很多 那如果要失去三个电子 能量就更大了 所以我们得到一个通则 要游离正电后 就失去电子越多的离子 所需要的游离能就会越大 所以我们这样写 带越多正电的 我们叫高阶 越高阶的氧离子 游离能会越大 所以我们看这里 元素各集游离能大小顺序 第一游离能最小 再来越高阶的游离能越来越大 这个原因是 要移走电子的时候 所需要克服的原子和对电子的吸引力 越来越大 再我们看第三点 在同一个元素当中 如果Dn加1的游离能 突然比N游离能大很多的时候 像这个例子 刚刚的时间 有点资击 感谢 因为我们现在的患者 有点资击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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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